歌手邓紫棋上月初主动宣布与所属的疯鸟音乐解除合约 事后疯鸟音乐入禀香港高党法院向邓紫棋索赔 最近邓紫棋终于反击 同让入禀法院控告疯鸟音乐以及几名的负责人暗度陈仓 强迫自己签下不平等合约 又处处剥削自己的合法权益 令到损失难以计算 估计双方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官司才会知道谁是谁非 不过早在邓紫棋宣布与疯鸟音乐终止合约之前 他的粉丝已经开始对疯鸟音乐以及经纪人账单感到不满 邓紫棋随后把自己遭受的不公平情况爆出来之后 他数量庞大的粉丝全部连成一线为他加油 加上媒体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 几乎所有人都站在邓紫棋的一方 蜂鸟音乐以及张丹面对邓紫棋的这场官司 貌似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 为了挽回自己的形象 张丹4月8日向邓紫棋的粉丝发表万字长文 详细的阐述自己以及蜂鸟音乐对邓紫棋所付出的一切 张丹称所认识私底下的邓紫棋是一个开心单纯努力有点爱耍赖的人 又表示从出道到今时今日自己都努力的去做到能力范围里的最好 也让邓紫棋从15岁在学校歌唱比赛里去到华语乐坛最受欢迎的女歌手 而去到2014年《我是歌手》里邓紫棋所演唱的所有歌曲 蜂鸟音乐整个过程也是不问回报的情况下去尽力做到最好 当邓紫棋遇到感情的问题和政治的风险时 经纪公司毫无保留的给她支持并帮她解决问题 又为邓紫棋制作纪录片一路逆风 然后又拼请国际顶尖的演唱会制作公司 为邓紫棋制作了演唱会 背后的动机不可能单纯的只是为了钱 张丹声称12年来没有一天没有为邓紫棋去计划和工作 但是在一起共事了12年的这一刻 艺人被环境和各种身边的人影响 认为自己这么多年来做的都是为了占她的便宜赚她的钱 对她不公平强迫她做违背意愿的事 强迫她续约甚至所说强迫她称之为违法的事 这些事情没有一点真实性 我们不会在大众面前去跟对方辩论 因为这些只是只有在法庭里才能变得轻的事情 张丹最后补充 有歌迷朋友在网上发表对公司的攻击性言论 甚至打电话到公司对同事谩骂 这对自己的团队实在太不公平 她愿意忍受艺人和歌迷对公司的误解 但无法接受为艺人和歌迷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和时间的同事 被受到煽动后的歌迷的不停攻击 希望歌迷们能够冷静下来 看到事情的两面 让法律去判定这件事的对与错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